每年4到9月,平邻区的清水公园旁树林间 总会有两三百只的露丝前来竹槽 产卵、御厨、捕育幼鸟 难得一见的生态画面吸引了不少民众 还有摄影爱好者前往观赏 并且捕捉珍贵镜头 露丝孵带不育幼鸟的画面 让人看了为之惊喜 这是每年的4月到9月间 新北市平邻区清水公园水岸旁的这片树林 都会上演的画面 因为每年的春季总会有两三百只的黄头鹿 小白鹿与夜鹿迁徙到这里繁衍后代 露丝群在树上竹槽、交配、产卵、孵带、御厨 相当热闹 民众甚至用肉眼就可以欣赏到露丝群 所以这段期间会有不少民众 还有摄影爱好者前来赏鸟捕捉珍贵镜头 因为白鹿丝和黑头鹿 所有的都会在这里竹槽 而且这个从3月份到大概8、9月份 然后就是一大片的成群的 是一个很好的栖息地 是鸟类的栖息地 鱼这片树林就位在溪流旁 吸水中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 可以提供露丝就近捕捉鱼虾喂食 所以成为露丝群多年来选择棋息的地方 成鸟喂食熬代骨的露丝宝宝也是摄影师们抢拍的画面 而小白鹿在繁殖期间脑后会有两根白色雨室 另外背部和腹部都会长出白苏雨 这些都是繁殖时才能够看到的样貌 大家前来赏鸟时不妨仔细观察 不过记得要爱护鸟类生态 不要打扰到露丝群繁殖 记者声明正门期评您采访报道